这绝对是七月最适合做梦的剧情 妹子因为忘带眼镜 放学不小心穿成了男主的鞋子 见状男主恨不得上前舔两口 不仅如此 上课睡昏头的妹子还把男主认成了别人 男主名叫小村 她心里有一位非常在意的女孩子 脑海中经常浮现对方的身影 可她一直都没有勇气向妹子表白 只能在上课时偷偷过一下眼影 今天是她认识三重的第三天 丹蒙可爱的样子让男主一见钟情 可到了第二天 男主发现三重竟然没戴眼镜 虽然眼神有些凶 但还是越看越可爱 这时三重却突然主动找男主说话 他表示自己的眼神看着很凶 是因为要用力眯眼才能看清东西 通过交谈男主才得知 三重经常会忘记戴眼镜 由于高度近视 他找不到上课用的课本 男主本想帮忙 但他一靠近三重就心跳加速 索性将自己的课本递给了妹子 可没想到三重竟然把椅子挪到了他身边 在正常不过的呼吸声都让男主手忙脚乱 为了让妹子能看清课本 男主直接将其推到了三重面前 不戴眼镜的妹子只有贴近书本才能看清内容 男主感觉通过这件事 自己和三重拉近了一点距离 但下一秒妹子的突然靠近吓了他一跳 原来三重还不知道他是谁 告诉了妹子自己的名字 三重再次向他道了鞋 一直到放学男主还沉浸在喜悦之中 脑子里全都是三重同学漂亮的眼睛 本以为自己的好运到此就要结束 但没想到他转角又遇到了三重 妹子感觉自己穿的鞋子好像有些大 男主仔细看了看 猛然发现三重穿的是自己的鞋子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三重拒绝了同学想帮忙找鞋柜的好运 让他们安心去参加社团活动 结果他翻了好几个鞋柜才找到和自己一样的鞋子 男主看自己的鞋子被女神穿着 顿时就羡慕了起来 三重把鞋子脱下来还给了男主 他感觉自己的鞋柜应该没有错 但里面的鞋子却不太一样 明明鞋子上没有绿色的花纹啊 男主委婉地询问三重还不害怕青蛙 妹子表示自己不害怕 只是粘到粘液会有点影响心情 听到这话 男主赶忙让三重转过身 而他则是偷偷把青蛙放生了 然后将鞋子递给了妹子 擦好了鞋子 三重正准备回家 可男主却突然叫住了他 提醒他鞋带开了 由于三重没戴眼镜 所以男主只好俯身帮忙系鞋带 看着眼前的大白腿 他差点就要原地拔枪来一发 三重这时却对男主今天的帮助表达了感谢 男主这才想起来 自己今天一直都跟三重同学在一起 他真的不想忘记今天发生的那些事 还有近距离和三重同学对视的瞬间 这时妹子突然靠近男主 企图记住他的样子 但结果看了半天也还是看不清 到了晚上 男主独自站在窗外发呆 因为三重的家离学校很近 所以他才能撑到现在 想到这儿 男主不禁向星星许愿 让三重再忘记戴一次眼镜 等到了第二天上学 他发现自己真的梦想成真了 三重同学真的没有戴眼镜 原来他不小心把眼镜踩坏了 更离谱的是 三重还参加了躲避球比赛 他连敌人和队友都分不清 一旁的男主越看越着急 于是便决定在妹子面前挡伤害 好不容易结束了折磨 上物理课时 男主本以为妹子在看书学习 但等对方转过脸他才发现 三重竟然累得睡着了 嘴里还不停地在说梦话 老师这时也发现了三重的异常 男主打算把妹子叫醒 但自己又不敢触碰对方的身体 在老师发飙之前 男主举起了手 谎称三重今天忘记戴眼镜了 要这个姿势才能看清楚课本上的字 他并不是在睡觉 牛逼 我怀疑着老师才是高度进士吧 男主正犹豫该如何叫醒妹子 三重这时却自己起来了 然后在桌子上到处找眼镜 无论男主怎么解释 三重都一口咬定他是自己爸爸 然后顺势靠在了男主身上 感受到妹子柔软的身体 他恨不得当场表演一下时间静止 但老师却打断了这份美好 三重忘带眼镜的事情 让男主习以为常 他每天都在思考用什么办法帮妹子 可突然三重靠了过来 近距离的对视让男主脸红心跳 就在他认为三重看不见时 なるほど 诶 そんな顾してたんだ 啊 見えちゃうはよ でまたろうが 今日はコンタクトにしてみたの ちゃんと見えてるよ